大家好,歡迎來到食天堂的時間 今天來吃一間叫德昌魚短分的冬生 首先這樣看,其實我有個問題 不過是慣了方便,讓大家學一個兩批的 就是,筷子不應該這樣插在我碗裡 以中國家教來說,特別注意 因為人們好像裝香,裝給自己遷就自己死 不過我應該未死得的,我猜一下 這間店才能夠說一句話,我都不知道哪批介紹我來 有人說不吃一條,要試德昌魚蛋粉 或是甚麼,經常吃 我不知道這條魚是甚麼東西的心態 竟然跟我說,經常吃,我都不知道甚麼東西的料 魚蛋粉呢,我未試過吃好吃的 如果有的話,歡迎留言告訴我 但我都很想知道 多數我吃完,第一時間試一定在這湯 但我都不太吃完,又不是白了 清水,沒有顏色,要喝一口 喝到甚麼味道 我喝到不太鹹味,其實有一點鹹味 今次好一點 對,我猜一下應該說 我吃到冬菜的味道 冬菜本來是鹹味,所以有一點味道 但這湯沒有吃過 然後你可以再看看它的河粉 河粉是普通的,河粉真的是普通的 河粉真的是普通的 先夾好了 夾到的就放心 不過我帶得是夾狠身 因為它的魚蛋炸了 也會吃到的 一口水磨 味道是很臭的 但我會覺得很滑 很滑 我都會知道 很滑 很滑 是很滑 那時候才會吃到 很滑 很滑 所以我會覺得很滑 很滑 很滑 就是40塊 鱼肉的味道 之前的鱼肉說有些味道 但鱼肉也有很多味道 鱼肉的味道 鱼肉的味道 而且我吃到鱼肉的味道 有時候很想吐槽 人性上咬的食物應該是這樣的 我只是不明白 這些動物 可以切下去 牙是刀 用刀式的食物 可以齊口咬下去 像是鱼肉 鱼肉的味道 不算鱼肉 嘗嘗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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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很沒味道 又不是完全淡 有些味道 但真的不 整個都覺得很冷 清淡 我任何所謂都這樣吃 普通人可能是加豉油加菜 都不知道怎樣吃 吃這些食物 吃這個食物 只能用四個字形容 清心寡 呼應我一開始說的 我明試過吃一碗魚蛋 我覺得很好吃 即是魚蛋又味有彈 雲吞 一些大地魚煲湯 湯會有鮮甜味 好喝 你會覺得很想吃下去 如果吃牛奶麵 上次那間 什麼金蠔 或什麼一七的 什麼金香檳沙蘭婆 它的湯很珍惜 但正常的味道應該是很濃,味道很濃,鹹,牛骨熬了很久的味道 吃日本拉麵的豬骨湯會覺得很濃 牛骨熬的味道比較清晰,不會像奶白色,不會的 純粹是吃濃厚的味道 魚蛋粉也是魚湯,現在煮的 我只想微淡一點 這個西菜,冬菜,我叫西菜 西菜不同,我估計整碗是沒有味道 如果有人吃過,我覺得很好吃 魚蛋粉,歡迎留言 去破解那個迷思,我覺得魚蛋粉不是一樣好吃的食物 才能夠出名,真是不知什麼 今集就這樣,死死你也吃完這碗 今集就這樣,先拜一拜